评书评论 评说春秋 我们接着说楚国 宋国以一种还算体面的方式投降以后 鲁国也转而依附楚国 于是鲁 郑 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楚国 中原形势基本落入楚国的掌握之中 楚庄王如愿取得了中原霸权 在楚国的历史上 楚庄王前无古人 而在春秋历史上 楚庄王甚至超过齐桓宫和晋文宫 成为中原的新霸主 需要说明的是 春秋时期出现的这几个霸主 没有一个霸主像周天子那样能统治全天下 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周围建立势力 齐国的霸权主要陷于东方 晋国的霸权主要陷于北方 秦国的霸权主要陷于西方 而楚王国和吴越的霸权仅陷于南方 当齐国称霸的时候 秦国不受影响 楚国称霸的时候 齐国也不受影响 另一方面 诸侯争霸基本上是在承认周天子 是天下公主的前提下进行的 诸侯大多数还是周天子的中心 然而 诸侯争霸的结果是 周王周天子进一步失去了政治和武制的能力 虽然他们也曾打出尊王的旗号 但是 越用这种方式尊王 王就越来越不尊 打出尊王旗号的人 反倒比王更像王 因此 尊王实际上就是霸者 借王权行霸式 还有一点 王权一旦建立 它是世袭的 因此是相对稳定的 统一的 可持续发展的 而霸权则不一样 霸权是谁都可以争取的 往往是你方唱霸 我登场 过霸眼就死 因此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 或有点实力的国家 都想上台露露脸 做一会霸主 有大实力的 当大霸主 有宗实力的 当中霸主 有小实力的 当小霸主 因此 霸权没有王权可靠 没有王权有规矩 相比之下 霸权是泥饭碗 而王权呢 则是铁饭碗 因此 霸权不如王权 霸道不如王道 这争霸之风一起战争平反 根据 方文兰的中国同史 所描述 卢史春秋记载的242年里 列国间军事冲突有483次 朝聘盟会有450次 这是什么概念呢 差不多一年两次军事冲突 两次朝聘盟会 军事冲突战争 以朝聘的基本成正品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朝聘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打扑克交工粮 输者要向赢者交工粮 所以每打一仗 就有败者向圣者交工粮 大家都想不劳而获 大家都想吃工粮 而不想交工粮 因此 大家都想打仗 当然 是找势力不如自己的打 比如 诸国 这个诸国呢 在今天的山东省昼城 是鲁国的一个附属国 也许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但这样的小国也会欺负比他更小的国家 渔国 国度在今天的山东省临一城北 就是比他更小的国家 有一年六月 渔国国军巡视农奴耕种 回城后 发现城门大开 进了城门以后 更让他惊讶 城里没有一个人 他人都到哪里去了 他的子民呢 原来 诸国人入侵了渔国 状况还很惨 渔国人看到诸国人来了 准备关闭城门 诸国人阳罗 就把关闭城门人的人的脑袋砍下 用手提着 诸国人因此进入了渔国 把百姓全部带回了诸国 这渔国国军 促更回来一看 妻子儿女没了 子民也没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跟随他的妻子儿女 到了诸国 要求被保养 诸公发现这事呢 做了有点过了 就归还了渔国国军的夫人 而留下了他的女儿 但是渔国国军没有能力 他的夫人是有能力的 因为他的夫人呢 不是别人 是宋国大夫 项婿的女儿 因此 宋国人出面了 诸公只好把人 全部还给渔国 这就是春秋的乱想之意 因此 军事行动 与朝聘 频繁 是不正常的 因为这是一种 地地道道的强权政治 在这种情况下 最大的受益者 是势力强大 取胜的大国 所谓的霸国 还是根据方文兰的中国同史的描述 大国打大仗 大仗取胜 接着而来的是朝聘盟会 这种朝聘盟会 一般说来 都是大国对小国进行剥削掠夺 小国怕大国勒索 更怕残暴的讨伐 当初晋文宫创霸 让诸侯三年一聘 五年一朝 有事开会 煞血盟事 到后来 霸主娶妾或妾死 也要诸侯去吊贺 霸国用各种名义 向列国榨取贡献 贡献一次 要用一百辆货车 一千人护送 到了霸国 住在破烂的客馆里 要例外的送谢贿赂 才肯收受礼物 小国对临近的非霸主大国 也同样要纳贡 以求得和好 贡献 如果不合贡国的要求 将会遭受可怕的讨伐 受罚的国家 吃水的井被填色 树被砍断 河脉被收割 车马被掠夺 人民呢 不分男女老少 逃不脱的都当俘虏 男子做各种奴隶 女子成年的 做匹妾 一般的做共独 战败国人民被俘 当奴隶 国家损失的车马 器械 当然还是要百姓来补充 被敌人围城的时候 痛苦就更不可想象 根据墨子所在的守城法 城下比较不重要的地方 每五十步 至壮男十人 壮女二十人 老少十人 城上守兵 每一步一人 城下重要的地方 每五百步 至壮男一千人 壮女两千人 老少一千人 男兵又分用弩 用矛 及盾等兵器 女兵和老小 全用矛 民间粮食 布匹 金钱 牛马 蓄产 一切可用的物品 都借给公家使用 围城里面 百姓每天规定 吃两升米粮 烦二十天 吃三升 烦三十天 吃四升 烦四十天 春秋时期的度粮 大约五升 相当于现在的一升 这样 几十天每人 供十米 二淡九斗 平均每天吃三升多 和现在的大半升 既要作战死伤 又要外恶破产 有时候呢 甚至穷困到 义子而食 稀喝一串 交换儿子而食 用事骨拆开来 烧着做饭 人们怕 在战败被俘后 充当奴隶 只好忍受这种痛苦 来收成 因此 在打了一百多年的仗以后 诸侯们都期盼和平 和平之声一起 一切子得到了很多中小国家的响应 以朝平盟会不同 春秋时代 还召开过两次弥兵会议 不和平的仗以后 感谢观看